安大略省政府发布新的防疫规定 把疫情最严重的多伦多、莫泰华和皮尔三个地区的聚会人数上限降低为室内10人、室外25人 如果组织超过此限制的聚会将被处于1万加元的罚款 参加者将被处于750加元的罚款 新规定自今日星期五开始实行 但是学校、餐馆、饮院、宴会厅、健身房和会议中心不受新规定限制 安大略省长福特说 这些地方的防疫措施非常严格 新的聚会人数上限主要是针对、派对等私人聚会 安大略省的每日新冠感染人数自8月中旬以来持续增加 超过80%的新增病例在大多伦多地区和沃泰华地区 该省星期四新增293期病例 其中70%的患者年龄在40岁以下 该省累计病例星期四已达45676人 但是重症患者人数只是略有增加 目前有53人住院 其中21人在重症监护室 12人需要使用呼吸机 安盛周五新染疫人数大幅升月400人 见6月7号以来最高单日记录 而多伦多的新染疫人数也大幅上升至130人 安省卫生厅长叶雅丽表示 401宗新病例中 多伦多占130宗 皮尔区有82宗 沃泰华也有61宗 40岁以下人士占新病例的比率达67% 截至周五早上整体感染人数达46077人 染疫死亡个案没有增加 总数维持在2825宗 爆发疫情的长期护理院维持22间 住客感染人数略为回落至54人 死亡增加2人 至总数1856人 院内护理人员染疫上升11人 至总数67人 死亡维持8人 住院患者增至58人 20人接受深切治疗 10人需要使用呼吸机 男性在整体患者中占21697人 女性占24051人 年龄在19岁或以下占3361人 20至39岁占15124人 40至59岁占13483人 60岁至79岁占7930人 80岁或以上占6174人 安生实验室于过去24小时 进行了35826个样本检测 等待做初步检测的样本增加2819个 至总数至40443个 而安省至今共进行了3469523个病毒检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